从副驾驶角拍摄民众4月17号在韩国旅游行程结束之后搭机车前往仁川机场返台 但怎么会是坐到前座去 接下来还更夸张 没听错就是要女乘客的电话号码 上车之后韩国司机戴着口罩不停用韩文聊天 因为女乘客韩文讲得没很流畅 英文司机又不懂 两人比手画脚加上翻译软体沟通 但就在上高速公路前 司机突然把车停路边要求乘客换到副驾驶座 让他以为是韩国承载的限制规定 接着这位韩国司机变本加厉 先要求女乘客拿掉口罩看长相 询问叫什么名字 对话还越来越恶心 重复问喜欢我吗 结婚了吗 可以去台湾找你吗等 甚至把车速放慢 切到外线 想跟女乘客一起到休息站 好想平安抵达机场 但又被要电话否则不给下车 手还被抓过去亲 拿完行李又被抓手留电话 让他付完钱马上拔腿狂奔 事后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看似平静但内心非常紧张 整段路程是不是检查行车路径 还拍下汽车执照保护自己 那他们还有另外一种是叫模范 计程车 他们那种模范计程车实际的话 是比较规定比较严格一点 你要几年没有照式记录 然后保持什么样 所以你才可以去申请当 模范计程车实际 那通常这种轿车也会比较灰一点 女儿达人也提醒独履搭车 要注意得提高警觉 就算是搭Uber也很危险 付费要改线上刷卡 提前了解当地治安 并记下紧急电话 还有千万不要做到副驾 可以的话边场电话 跟亲友保持联系 记下车牌驾驶资讯等 遇到状况切记冷静冷静再冷静 毕竟出国在外 人生地不熟 平安回家最重要